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近代中国曾经被称为东亚病夫 如今运动风潮盛行 民众体质强健 背后经历了数十年的发展 1949年新中国成立 体育受到当局重视 开国大典20日后 就召开全国体育工作者代表大会 提出发展体育的方针 1952年领导人毛泽东 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成立大会 作出发展体育增强人民体质的提词 进一步明确体育事业的方向 亦在50年代 广播体操开始流行 这种体操目标人群广 场地要求低 而且动作简单 科学有效 在当局全力推广下 全国各地的学校、厂矿、机关人员 每日迎着焦险 一起在广播音乐的半周下活动筋骨 另外 从50年代开始的全国运动会 到后来中国举办亚运、奥运、东奥等 大型运动会 大大带动民众的运动热情 再加上生活水平提升 民众健身的方式也越来越多元 1995年 国务院颁布全民健身计划纲要 有承住2008年北京奥运的热潮 将每年8月8日 確定为全民健身日 2014年 全民健身更加上升为国家战略 各方面资源和建设全面配合 领导人习近平也多次强调 体育强则中国强 国运轻则体育轻 那全民健身成效如何呢? 截至2022年底 经常参与体育锻炼的人数超过5亿 每星期参与体育锻炼的人数超过8亿 国民体质合格率达到90%以上 以源自贵州的民间赛事 村BA和村超为例 场外村民挥汗如雨 场外观众加油立喊 我运动我参与的积极氛围 为全民健身射下生动助脚